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台南市社福机构进来进行节能大改造,不仅落实节能减碳的目标,也可降低电费的支出。 环保局指出,今年选出34处社福机构及15处集合式住宅进行改造,预估一年可省下百万电费。 环保局指出,除了每月火石和交通燃料费之外,电费也是社福机构一笔庞大负担。 因此,这项由海保局、社会局及公务局共同合作的计划,为台南市服务儿童少年、身心障碍者、老人、长照等社会福利机构及集合式住宅更换登居与便平调善,加设隔热涂层及绿美化改造,估计一年可节电约32万度,电费约省下114万元。 另外,此举不仅是各单位意外的小确幸,还可向单位人员及愿真家属宣导节能、强化环保观念。 除了上对下的补助之外,15处集合式住宅住户也开始讨论如何改善家居耗能设备并规划日常生活节能减碳的细节。 对此,环保局指出多数民众已意识到气候变迁对环境的重大影响是否未来也会朝低看城市的目标迈进。